大輝議員 無需作出這麼大的反彈 因為大家依然可以繼續理性地給意見 千萬不要作出一些激烈的對抗性的行為 好像佔中那樣 我認為如果堅持佔中 只是會令這個政改推動增添更多的障礙 我亦相信所有追求繁榮安定的市民 普遍都不會認同佔中這個行動 是會幫到政改的推動 他們亦都不會袖手旁觀 坐視不理 第二 要落實普遍行政長官這件好事 我很希望政府 建制派和泛民主派 你我他三方 可以齊心和努力去成就這件好事和大事 如果大家三方再各不相信 各不商量 各自為戰 各不溝通 普遍這件好事和大事 就必定會胎死腹中收場 主席 我的問題很簡單 剛才你也說了 司長說 社會大眾普遍認同行政長官 人選須愛國愛港 我十分之同意這個理念 我亦都支持這個說法 必須要有一個愛國愛港的行政長官出任 主席 我的問題就是 我想問問政府 如果政府堅持按照基本法 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例如 沒有公民提名 去制定一個政改方案 那是否保證這個方案 就可以一定選到一位愛國愛港的人士 而他有能力帶領香港發展呢 政務司司長 首先我很同意林大輝議員所說的 普選行政長官是一件大事 亦是一件好事 全港絕大部份市民是樂見的 所以為何我們現在 大家都肩負起這個憲制的責任 希望能夠可以造成這件好事和大事 有關我們得到的意見說 社會大眾普遍認同行政長官 需愛國愛港 怎樣去達致呢 我們亦都聽到的意見 其實這個對於行政長官 愛國愛港的要求 基本上都反映了在 基本法現有的條文 包括行政長官的職責 他的任命 他和中央的關係 所以靠哪件事來落實呢 我相信就是 在翌日的選舉過程裏面 是有三方面的嘛 有三個步驟 選舉行政長官 第一就是提名 第二就是普選 第三就是任命 所以提名委員會 就是要作出這個判斷 即是哪一位候選人 他覺得是可以滿足到這個要求 同樣地 將這些候選人放到合資格 五百萬合資格選民的選舉的時候 每一位的選民亦都可以作出這個判斷 最後 當這位人士 如果是不能夠滿足到 視為不能夠滿足到 愛國愛港 我相信中央在任命那方面 亦都會作出一個不任命的決定 主席 問題就是 現在社會嚴重分裂 分化對立 接觸續待發 行政立法關係如此差 我想問司長 你有沒有評估過 如果堅… 會不會中简直 滿足的原因 無論如何是 Если